在韩国,传说有着一台神秘的游戏机 只要你选择左边的复仇剑 不管你遇到天大的不公 都会有一个神秘组织来帮你完成复仇 今天,这样的机会,就摆在了小金的面前 长期被富家子弟霸凌 又无处深渊的他 原本想在网上,寻找一个最不痛苦的死法 结束自己这地狱般的生活 可以想自己死后 不能说话的母亲将无人照顾 他犹豫了,就在这时 他看到了一个神秘的信息 给了他一丝希望,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他打了过去,他哪里知道,这个神秘的电话 竟然是韩国最神秘的组织 专门帮,像他们这样被权贵欺负 又无处深渊的穷人 声张正义的复仇联盟 而了解小金所有遭遇后 复仇联盟就把他送到 这台神秘的机器前,就这样 在小金的确认下,复仇联盟开始行动了 不过看在复仇的对象都是高中生 为了不过分执法,潘伟博决定先混入学校 你老师的身份,彻底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 可这一了解不得了 这几个富二代,不光只是小金口中说的 笑吧这么简单 在外面,他们更加无法无天 不仅经常欺负学校旁捡垃圾的奶奶 逼着奶奶喝他们吃剩的泡面水 更是长期把高中女孩 介绍给当地黑社会做陪事服务 看到这里的复仇联盟准备收网了 可让潘伟博没想到的是 这几个富二代竟然喊来了黑社会 准备对他进行反杀 可他们哪里知道 这个站在他们面前的男人 并不是一个老师 而是曾经韩国的特种兵王 这几十个社会败类 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 就这样 当看到自己叫来的黑老大 都倒在地上时 这个曾经不可一世 视穷人为玩物 欺负弱小 横行霸道的富二代 彻底的慌了 他原本还想像另外两个同伙一样 尿着裤子跪地求饶 祈求能放他一马 可他犯下的罪孽 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